小朋友坐在旋转盘上玩得不亦乐乎 但旋转盘规定只能乘坐八个人 却挤进十几个人 一不小心就有人被甩出来 一旁家长吓得赶紧把小孩带出来 免得受伤 另外最抢手的荡秋千 因为人潮太多 要排队十几分钟才玩得到 以前这边排好了 几只个而已 现在是多到不行 几百个 在看看公园外 大批机车围停在车道上 因为公园带来人潮 也吸引摊贩聚集 这里变得很漂亮 来运动的家长还蛮多的 彰化制宫所花了840万元 把儿童公园改造成 适合所有年龄层游玩的 共融游戏场 占地700多平 1月17号开幕后 每天都吸引好几百名 小朋友和家长来玩 但也出现违规停车 和危险使用游乐器具的乱象 我们不但要信念小朋友的 自力脑力的发展以外 我们也希望从游戏当中 来培养一个好的公民的 一个好的功德心 施工所强调 共融游戏场的器具 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因此家长一定要陪同小孩 施工所也会请施工来辅导 妥善使用游乐器具 让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安全 玩得开心 感谢您的观看